这家好运妈妈母营护理机构在杭州知郡大厦里面 去年四月份我等于来到这家公司找约少的工作 等于是交一块一千块钱的上户押金签了协议 这边等于是签了三方协议 所以有客户来这边找我们三方 就是面对面进行一个应聘 工资这一块的话是公司代发的 张大姐说 协议是电子版的工作结束后就看不到了 她在雇主家里主要负责照顾新生儿和产妇 就是宝宝的吃喝拉撒 所以全归我们全天24小时服务 宝妈的一个生活护理 还有专业的医院护理 大概也就八九千块钱 一直都还好 因为一直都在单上 这单下来做内单很连单的 张大姐介绍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 连续三个月的工资都是延缓发放 一开始也就迟半个月 再后来就完全不发了 目前的情况的话是从一月份的工资 到三月份的 到这三月底 三单的工资加上押金的话 两万四千多等一直拖欠了 这些钱的话都是辛苦钱 因为我们的话 晚上的话 企业都要起好多次 上有老下有小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 加上房贷 所以生活的话是很紧张的 因为目前工资的拖欠的话 造成我生活的话 一个极度困难 张大姐拿出工资单 有四个订单是带支付状态 其中三个是月工资 另外一个是春节加班工资 工作人员之前在微信中回复 上户押金找售后退 工资总额两万三千两百多 十期每期两千三百二十三元 钱不够 说多了也没有用 张大姐表示 工资要分十七发 他不能接受 要求一次性结清工资 采访过程中 一位段经理来到楼下 然后现在有很多月桑 他们的工资都是分十七的 然后他们也都是接受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也尽可能的 尽快的给你们发工资 现在公司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就是可流动资金 可以一起给你发放掉 因为很多人 因为不可能说只给一个月桑发工资 其他月桑我不发 那我要支付的话 我就所有人都一样 一笔都给他支付掉 我们现在也是积极的在办理贷款 然后再给他们发工资 就是你们的工资 员工的工资要发吗 我们不太方便 跟你们说这个问题 上去看一下 见一下你们别的负责人吗 我们今天没有负责人在 我们能进去聊吗 一直在门口站里 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我们27楼的话 并不方便让你们上去 上面是我们营业性场所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有其他的疑问 我们可以就是单独后面跟你单聊 段经理带张大姐一起去了楼上 截至发稿 双方还在协商 1818黄金眼 记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弹 订阅 转发转弹